媽媽寶寶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Apple 我動軟其實是我現在的老公給我的觀念 然後我覺得我動軟時間其實已經算晚了 我覺得動軟的時候其實是蠻痛苦 因為它就是要打很多的爭計 而且也要看你當時身體的狀況 那如果你比較年輕開始動軟的話 你可能只要動一次你的顆數就會很多 但因為我是比較年紀大才開始動軟 所以其實我動的顆數比較少 以及我就要動比較多次 所以就會更辛苦 所以希望如果要動軟的女生要早一點動軟 懷孕這件事情本來就是我跟我老公規劃好的目標 所以我一直都有在就是定期檢查我的婦科 然後也有跑婦產科這樣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醫生給我最大的建議 就是希望我可以吃胖一點 因為他說如果你要順利受孕的話 其實你的身體養分要夠 才會比較容易受孕 所以那時候還蠻開心的啦 因為可以吃多一點 所以女生太瘦其實也不是好事 我覺得你還是要維持一個標準的體重 不管是對自己或是之後要懷孕的話都是比較好的 同期就像我周遭很多女藝人朋友們 其實他們也都是差不多這個時間懷孕 然後他們好像也都會跟寶寶說話 但是當我自己在家裡的時候我都會辭窮耶 所以我現在最常跟他說的就是 譬如我可能覺得我今天可能站太久 或是走太多路我就說辛苦了八寶 那個辛苦你了 或者是跟他早安晚安 最常就是說這些其他 等他出生再跟他聊好了